圣诞节的梦想 亲爱的 这是送你的圣诞节礼物 虽然我们很穷 但圣诞节我一定要送你礼物 虽然我们很穷 只要收到你的礼物 我就能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礼物 对 我们也来一个货送礼物的圣诞节吧 大家说好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东西不要到处乱发 懂不懂 懂不懂 尘土太多 又接触不良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会好吃吗 不会吧 不是跟你说了吗 必须明天送到我们公司 明天 加速升空 目标月球 出发 就没有人对圣诞节礼物感兴趣吗 好 爸爸 圣诞节礼物感兴趣感兴趣感兴趣味 如果把炸鸡腿做成圣诞树的形状一定好吧 妈妈 我们家也过个圣诞节 互相送礼物好不好 圣诞节 对了 没发电一定会趁圣诞节推出新发型优惠的 要赶快去看看 圣诞节 天哪 圣诞节要到了 我今年的业绩不好 年终将是不用指望了 小孩子才不会想要圣诞礼物呢 小丁姐姐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哦 我的游戏里面已经有圣诞节活动了呢 我得开玩家呀 又一个一生鸡了 小丁姐姐 加油 小丁 小心 不用担心小丁 他感觉迟钝 要好半天才感觉到疼呢 他大概是又睡着了 被砸到也醒不过来 有不开心的事要说出来才行 说出来才能想办法解决呀 我这么真诚善良勇敢 为什么连得到一个圣诞礼物的梦想都实现不了呢 原来你是想要圣诞礼物 我家里人都不关心 好像圣诞节跟他们没关系 说不定他们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对呀 电视里面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家里人装作忘记一个人的生意 到了那天去给他准备好多的礼物 对呀 偶像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这些人以为我那么笨 会想不到他们是在为我准备惊喜 好了 开开心心的等着收圣诞礼物吧 我最喜欢这种阳光的味道了 老婆 你说用什么样的促销来吸引顾客最新颖的 阿姨 对不起 我有急事要找你们谈 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过来 我想说的是 圣诞节是个互相送礼物的日子 对呀 圣诞节送礼物 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呀 包装漂亮的礼物盒 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尤其是小孩子 收到礼物会更高兴的 是的 小迪他做梦都想着圣诞礼物 小迪姐姐总看电视剧 再没有谁比他更熟悉这些东西的了 对 圣诞礼物怎么包装 圣诞树怎么设计 问小迪就行了 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都明白了 谢谢你小小超给我们提了个醒 这真是太重要了 太好了 我就担心会让小迪失望 再见 再见 好棒啊 我也好想给你家子坐上去的飞机 他说会让小迪失望 是怎么回事 不用想那些了 我们这就开始准备圣诞礼物吧 目前还没有发现惊喜的迹象 它们隐藏得好深 它们到底把圣诞礼物藏在哪了呢 怎么会一点迹象都没有啊 大家都过来选一选吧 这就是惊喜啊 太好了 我还以为要等到圣诞节当天才能见到真相呢 小迪啊 你觉得什么颜色的礼物盒最漂亮 粉色的 上面还要有淘心的花纹 瞧 还是我的眼光最准吧 你仔细看看 你的那张是什么花纹 你能猛的看上去也差不多嘛 那小迪 你觉得缠盒子的丝带 用什么颜色的好啊 粉蓝色的 小 我就说蓝色的好 好好 你拿的是紫色的 难道我是色盲吗 坏了 这下可怎么做飞行员呢 好了 我们快点动手包装礼物吧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好 果然真诚善良勇敢 只能实现梦想 下雪了 有雪有礼物 明天真是个完美的圣诞节 你还不睡觉 在说什么呀 没什么 这就睡觉 圣诞老人 只会关过准时睡觉的孩子 我不是在做忙 真是太幸福了 我也准备好了 出发吧 还好 不是很重 这还不重啊 老爸 你要给我发年终奖 好的好的 有了这些礼物做促销 今天的炸鸡一定会大卖特卖 大家都有奖励 爸爸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要把礼物送到哪呢 送去炸鸡店 这个圣诞节送礼物的主意太好了 一定能够吸引很多顾客 小迪 知道你也帮不上忙 你就在家看家好了 我们运礼物去店里了 那些礼物都是为炸鸡店准备的 当然了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你能够吃饿吗 小迪这是怎么了 难道炸鸡店生一毫 他不高兴 我们是不是忘了掉什么 阿姨 上诞快乐 小迪在家吗 我来送他礼物呢 小迪刚刚出去了 小迪是在等我们送他上单礼物 天呐 他特意给我们每个人都送费了礼物 我们却只想着炸鸡店的生意 这孩子一定很伤心 是我们太粗心了 那该怎么办 这样吧 我有一个计划 一定能让小迪忘掉不愉快 开心起来 知道了 已经找到小迪了 我们走吧 不好意思 叔叔 一时只能借到这样的衣服了 没关系 这样更有喜剧效果 更容易让小迪高兴 真的没有喜剧效果 小朋友 我是圣诞老人 瞧 我给你带来了好多的礼物 爸爸 你这个圣诞老人迟到了 小迪 圣诞老人要发完外活小朋友的礼物 才能到中国来 当然要晚一点了 小迪 有没有礼物都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过圣诞节 咱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才是最重要的了 爸爸 我明白了 谢谢你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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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